37岁的钟心童阿娇 星期五在美国洛杉矶 比特摩尔迁徙酒店 与爱情长跑的赖红国 携手布护婚姻殿堂 开启小两口的人生新片装 这场甜蜜的婚礼 以五年的形式举行 出席者除了有新人的60名亲友之外 还有阿娇的新级姐妹团 包括荣祖儿 蔡卓妍和郑希怡 阿娇穿上一身性感低胸的婚纱 挽着新郎慢慢走进会场 一路接受宾客的祝福 双方在父母的见证下行礼 赖红国之后便亲吻阿娇的额头 出席婚礼的经纪人霍文希 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女儿出嫁一样 给予阿娇满满的祝福 场面浪漫温馨 另外新郎在台上致辞时 不忘向爱人甜蜜告白 他说虽然两人工作忙碌 但他坚持维持这段感情 因为阿娇就是他生命中那个对的人 说着说着 赖红国忍不住在阿娇肩上哭了起来 感情路波折重重的阿娇 终于找到了终身伴侣 他也一时感触掉下了眼泪 他说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以后两人会互相扶持 相伴一生 还希望会生小孩 17年一路和阿娇相伴的阿萨说 听到闺蜜要结婚时 心情非常激动 除了衷心祝福之外 阿萨更开玩笑要赖国宏好好对待阿娇 否则不会轻易放过他 至于因为美国签证过期 差点不能见证阿娇婚礼的荣祖儿坦言 如果不能亲自祝贺阿娇 绝对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 无论如何 能够看到阿娇找到这么爱他的人 荣祖儿也替阿娇感到开心